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Justin 我是一名提升的讲师 同时也是一名健身教练 所以平常主要就是做不同的培训讲座 还有健身的教学 其实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都是 受到质疑这件事情 因为我老实说 刚开始当健身教练的时候 甚至连讲师都还不是 那个时候其实受到蛮多 亲戚家里人的一些质疑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 这个人从美国留学回来 就是从这么好的大学毕业 然后花这么多的心力 就是读书栽培 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健身教练 因为很多亲戚都会认为说 健身教练就是一个靠体力吃饭的一个行业 然后可能也觉得未来没什么发展 然后再加上我刚开始讲课的时候 当上讲师 那个时候我才24岁 所以其实很多底下学员 不只年纪比我大 他们可能健身之力都比我还要深 所以那个时候也感受得到 其实台下很多学员是 怀疑想说 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教他东西 一部分这也是 我很庆幸一开始受到这些质疑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历练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证明给他们看 我可以做到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多的事情 Choose Your Faith对我来说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那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就是自信并不是要比别人都强 要优越于别人 而是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目标它就像是一场马拉松一样 也许中间我们会很曲折有高低起伏 但最终我们都会到达目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